JF22风洞是一个让美国极度敏感的技术 7月15号 JF22风洞的内部才刚刚曝光 次日它就再次上了全网热搜 美国那边对这项技术的讨论一直都没有停止过 比如今年6月份 中国JF22超音速风洞通过了验收 领先了美国20年以上 当时就一小波热度 然后就过去了 现在都没啥人讨论 因为中国JF22风洞就领先了美国20年左右 JF22风洞只不过延续了之前的领先而已 但是美国那边却不乐意了 有些专家说 中国并没有领先 美国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研发出类似的风洞 他们现在不见风洞 是因为风洞已经被淘汰了 看到这儿我突然笑了 要知道风洞技术在几十年前 还是美国的重点封锁对象 不让一丁点技术和设备留下中国 为了保持技术领先 美国还研究了几十年的超音速风洞 结果却迟迟无法解决技术难题 中国风洞技术后来居上 从落后几十年反超了美国 不但率先攻克超音速风洞的关键技术 而且领先了整整二十年左右 当时的美国不但一顿猛夸中国牛批 就连他们的航空航天学会 都亲自把地面试验奖 颁发给了中国GF-12风洞团队 2021年时 美国军事巨头 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 呈现超音速风洞时 直接抛弃美国自己的方案 选择中国风洞的技术路线 其实说白了就是抄袭 可以说美国对于中国的GF-12风洞 垂涎已久 如果这都算被淘汰的技术 那么还有什么是先进的技术呢 美国为啥对中国风洞技术这么敏感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他研究的项目实在太重要了 比如天地往返飞行器 多机入轨飞行器 还有注定写保轰发动机等 这些项目都是具备军事战略 或者领先时代的高精尖设备 美国当然会紧张了 还有一个就是 中国风洞的技术实在太牛了 早在中国GF-12风洞时 我们就领先了美国20年左右 而GF-22风洞 只不过延续了之前的领先而已 说白了 还是中国的风洞技术领先太多了 导致美国无力追上 只能打打嘴炮 那么问题来了 中国风洞技术到底牛在哪里 是如何从落后几十年 到领先20年的呢 大家好我是熊猫 今天就来说说 中国领先全球的风洞技术 风洞的技术非常关键 它被称作 航空航天工业大厦的地基 其实不只是航空航天 无论是飞机还是火箭 导弹 想要飞起来飞得快 就得对这些气动效应进行多次实验 这些实验依靠的就是风洞 它是人工产生高速的气流 吹到飞行器上 来模拟高速飞行或者行驶时的状态 听起来好像原理很简单 但风洞其实是研究空气动力学的基础 在风洞领域 中国说第二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说第一 就是这么好恨 这可不是在吹牛 要知道 中国上一代超级风洞JF-12的风速 就能够达到9马赫 也就是9倍因素 相比之下 美国用于测试X-51高超音速飞行器的风洞 风速也不过7.5倍因素 并且JF-12风洞的工作时间 更是能够达到130毫秒 远超美国风洞的30毫秒 日本风洞的2毫秒的成绩 可以说两者差距巨大 更别说性能翻了几倍的JF-22了 你很难相信 中国风洞在历史上曾落后欧美50年以上 早在19世纪末第一代风洞就诞生了 当时热气球飞艇等飞行器的发明应用 西方国家就掀起了飞行器研制的热潮 各国科学家都希望能够研制出一种新型的 飞得更快的飞行器 但是他们都无法确定到底哪一种形状的飞行器 能够飞得又高又快 想要搞清楚这些问题 就需要进行大量的实验 这些实验要是直接在空中进行 失败了可是要出人命的 因此就需要在地面上对这些飞行器进行测试和实验 所以有科学家就提出 能不能做出一种能产生强大风力的装置 来模拟空中的环境进行实验呢 于是风洞就诞生了 1871年 英国航空学会的一名理事会成员弗兰克·文汉 制造了世界上第一个风洞 并且用它来实验飞行器 受到它的启发 世界各国的航天爱好者和科学家们 都开始尝试制造自己的风洞 比如说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 他们就曾制造过风洞 用来对飞机模型进行实验 1908年 德国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 路德·维希·普朗特 指导建造了世界上第一个连续回路风洞 1909年 法国埃菲尔铁塔的设计者 古斯塔夫·埃菲尔还用个人资金 在铁塔脚下的战胜广场 建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开放式风洞 该风洞的直径为1.5米 由一台50千瓦的电动机 提供动力制造气流 并且加装了扩散器 以降低电力消耗 这个时候的风洞 已经具备了现代风洞的基本要素 也就是风力发生装置 实验仓段和扩散装置 而受限于动力 材料等科技水平 当时的风洞气流速度 往往达不到因素 这种风洞也被称为低速风洞 与西方国家相比 中国的风洞起步就晚得多了 直到1936年 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 才自行设计建造了中国第一个风洞 比西方晚了整整半个世纪 我们的风洞研究起步就晚了50年 而之后的发展更是命途多舛 1936年 清华大学才建好了中国第一个风洞 结果到了第二年 这个风洞就因为北平沦陷而毁坏了 1937年 我们又在南昌筹建了一个低速风洞 但随着1938年南昌沦陷 这个风洞也再次被毁 如此建了被毁 毁了又建 直到建国之前 全中国只有三座1.5米乘2米以下的 小型低速风洞 而且 这些风洞的技术指标 甚至跟1909年的F2风洞 差不了多少 只能为简易飞机进行实验 价值不高 我们风洞的真正起步 其实还是在建国之后 1955年 前学生刚刚回国 就对中国航空航天事业谋划发展路线 其中 风洞就是重中之重 没有它 中国的航空航天工业就没有根基 因此 它第一时间向中央提出 要大力推动风洞建设 构建中国自己的风洞体系 在它的大力支持下 中国掀起了一波风洞建设的高潮 1958年 北京大学建成了一座直径2.25米 风速达到50米每秒的低速风洞 这座风洞虽然小 但却是中国首座可以同时为航空工业工程 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实验风洞 也是当时中国唯一能进行 飞行器型号实验的风洞 我们终于在风洞领域实现了零的突破 但是仅有这座风洞 显然无法支撑起中国航空航天的发展 为了培养相关人才和规划整体路线 前学生在1964年又组织成立了一个 专门的空气动力学研究机构 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 由他任筹备组组长 制定中国动力学队发展计划 其中风洞就是最重要的项目 中国风洞也由此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 1965年 哈尔滨空气动力所的FL8风洞建成 实验段尺寸为3.5米乘2.5米 我们的风洞实验段尺寸扩展到了3米量级 1966年我们又建成了3米乘3米的FD09风洞 最大风速提高到了100米每秒 有了这一批低速风洞之后 我们的空气动力学研究 终于不再是五根织木空中楼阁了 利用这些风洞 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实验 比如FL8风洞在投产后 已经完成了超过15万次的飞行器型号实验 为我国的航空航天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数据 其中中国自主设计的最先进战机 歼8的纵向稳定性实验 也是在FL8风洞 确定了歼8的重心后线是36% 可以说这些低速风洞 撑起了中国早期的国防航空工业 但是中国风洞的起步实在太晚了 当我们建成低速风洞时 八大国家已经朝着大型风洞发展了 尤其是美国 在二战期间 仅美国一家就建造了八个全新的风洞 这些风洞帮助美国研制出了大量先进的军机 比如说B17 空中堡垒轰炸机 以及著名的P38闪电 P51野马弹的战机 就是靠着这些战机 美军在二战战场上确保了大部分时间的制空权 占尽了优势 1945年 前学生的老师 著名空气动力学专家冯卡门 更是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一项 远远超出当时航空航天飞行器发展需求的风洞建设计划 以支持未来的新概念飞行器的发展 而尝到了甜头的美国军方 对冯卡门的计划自然是大力支持 在50-60年代 仅美国空军就建造了47座新的风洞 构建出了一个庞大完整的风洞体系 这些风洞除了数量多以外 尺寸和风速也大很多 大型的高速风洞 对于低速小型风洞就是降位打击 风洞是模拟真实的飞行气流 飞机的模型体积越大 在风洞中做实验得到的数据就越真实 但是小型风洞中的洞壁 容易对气流产生影响 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只能将飞机的模型按比例缩小 这种风洞做出来的实验数据 就与真实的飞机差距比较大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 风洞的尺寸越大 就能容下更大的模型 洞壁的干扰也会越小 因此美国建设了大量的大型风洞 甚至还有可以容纳真实飞机大小的风洞 比如美国在弗吉尼亚州 汉普顿附近的兰利研究中心 建成了世界上首个全尺寸风洞 它的实验段截面大小达到了 宽18.28米 高9.144米的水平 足够7辆大货车并排行驶 能塞得下一座三层小楼 1939年 前苏联打破了美国保持的记录 建造了一座实验段尺寸 24米乘14米的世界最大风洞 这个风洞尺寸更大 可以容纳十辆一次排开的大货车 当时几乎所有型号的飞机 都可以在这里进行实际实验 也正是靠着这些风洞的帮助 美国和苏联的空气动力学研究 一直处于世界前列 各种先进战机层出不穷 中国当然也想要这样的风洞 但实在是见不出来 原因也很简单 两个字 没钱 大型风洞的造价往往贵得离谱 而且是尺寸越大 成本就越高 比如法国国家航空航天研究院 4.5米乘3.5米的低速风洞 造价5870万美元 荷兰德国合作共建的 DNW9.5米乘9.5米的低速风洞 造价6300万美元 美国NASA艾姆斯研究中心的 36米乘24米的低速风洞 造价2.22亿美元 相比之下 一座直径2米以下的低速风洞 造价不过十几万美元 两者之间有着近百倍的差距 而且不仅是造价高 运营的成本也很高 以美国艾姆斯巨型低速风洞为例 它的电机总功率高达10万千瓦 这意味着 这个巨型风洞 运行一个小时就要用掉10万度电 单单电费成本就要花掉 将近2万美元 而电费只是这个吞金巨兽 最不企业的一个支出项 算上各种维修保养费用 项目折旧费用 人员开支 在艾姆斯巨型风洞 做一次常规实验 就要花掉至少几十万美元 因此网友也细称 风洞一响 黄金万两 所以我国大型风洞 一直拖到了上世纪70年代 才开始建造 1978年5月 在前老设立的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 我们终于建成了第一座大型风洞 FL3风洞 实现了中国大型风洞0的突破 不过 中美两国风洞水平差距 依旧在40年左右 但是 FL13风洞创造了很多奇迹 它的实验段尺寸达到了8米×6米 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风洞 在建成的当年 FL13风洞就投入了当时 第一款军用通信卫星的地面风洞实验 并且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数据 随后又对一款海帆导弹 进行了全尺寸气动力学实验 甚至新中国的第一次 汽车空气动力学风洞实验 也是在FL13风洞完成的 1981年 空气动力学研究与发展中心 在FL13风洞 先后对三个车型进行了测力 和流泰观察风洞实验 拉开了汽车工业风洞实验的序幕 这座大型风洞 后来又被扩建为两座12米乘16米的实验段 至今为止 这座风洞仍是中国以及亚洲最大的风洞 有了大型风洞 中国开始向高速风洞冲刺 而在这个领域 中国后机勃发 终于一举反超了美国 在二战末期 由于飞机导弹的速度达到了超音速阶段 飞行速度越高 飞行器面临的气流环境就越复杂 在进行超高速飞行时 飞行器的表面温度 可能会高达几千摄氏度 当温度达到2000摄氏度以上时 飞行器在里面飞行就会像是在泥潭中游泳一样 这样的复杂和奇特的环境 就需要进行更加详细大量的地面实验 再加上美国和苏联开始了军备和太空竞赛 航天器以及洲际弹道导弹在进入大气层时 往往会进入到5马赫以上的高超音速状态 这就对风洞的风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于是超声速风洞由此诞生 超声速风洞建造难度比普通风洞要高得多 最大的难点就在于如何模拟出高速飞行时的环境 一个是5倍音速以上的风速 另一个就是几千度以上的高温 也就是既要超高音速还要超高温度 同时这样的环境保持的越长 越有利于收集实验数据 但是这两者都很难 最开始是西方国家利用空气压缩在气罐里 然后瞬间释放出来的方式模拟出数倍音速 它的原理就像气球充满气 然后松开口子一样 压强会把空气瞬间吹出来 同时在气罐的下端再搭配上一个真空装置用来吸气 这样在吹起来的同时配合吸气就产生了叠加的气流 气流速度就可以突破几倍音速 但是这个方案并不完美 由于气体是瞬间喷出 持续的时间比较短 所以没办法在飞行器表面产生足够高的温度 所以发达国家就在气体吹出来之前 先预先进行通电加热来模拟高温环境 这个组合方案虽然可以解决气流速度和温度的问题 但是对于耐高温的材料要求非常严格 一般储气管的常规材料 最多只能承受2000度左右的温度 温度再高就容易解体了 这就导致西方的高超声速风动的气流温度一直无法达标 而且储气装置能够承受的压强也是有限的 不能存储大量的高压气体 所以在这种技术路线下 高超声速的风动要达到10马赫以上 就只能牺牲实验时间了 比如美国的Lions XX风动能够制造8-25倍音速的气流 但实验时间却只有0.5-4毫秒 日本的HIS风动总长度接近100米 能够提供的实验时间却仅仅只有2-3毫秒 如果要维持更长的实验时间 那就只能降低气流的速度 美国的Lions II风动能够制造实验时间100毫秒的气流 但速度只有4.5-8倍音速 西方国家在几十年时间里不断对这条技术路线进行修改 但始终不能突破这两点限制 所以他们的高超声速风动离实际的环境还相差甚远 但是困扰他们几十年的问题却被中国给解决了 按理来说 西方国家已经在高超声速风动上发展了几十年 几乎把技术路线都走遍了 中国作为后来者不可能直到超车 那么我们是怎么解决呢 答案就是弯道超车 走了一条别人不敢走的技术路线 时间还得倒回到1956年 当时有位于宏如的年轻人考上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研究生 师从前学生和郭永怀两位力学研究大师 前学生和郭永怀都很清楚风动的重要性 于是为于宏如指明了研究方向 研究超音速风动 至于具体怎么做 郭永怀先生只说了一点 不能按美国的办法做 因为我们没有美国的技术和资金条件 再加上西方的严密封锁 走美国的路只能是死路一条 于是于宏如选择了一条最不被国际认可的技术路线 轻氧爆轰驱动法 这条路线的原理也很简单 氢气和氧气混合在一起点燃 就会产生爆炸 爆炸产生的气流温度可以轻松突破8000摄氏度 速度更是能够达到30马赫以上 能够彻底解决高超声速风动遇到的问题 真正的模拟出高超声速飞行时的环境 说白了 等于是在用炸弹进行实验 危险性非常高 产生的气流控制难度也很大 属于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难的路线 因此西方国家并不认为 这条路有人能够做到 于宏如在实验过程中 就曾不止一次发生过事故 最严重的时候 甚至把实验室的房子都炸了 同时在研究的过程中 项目组还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 不得不把部分材料 用更临价的材料进行替代 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 于宏如坚持了几十年 一个又一个解决了问题 1997年 在于宏如院士的领导下 中科院力学所建成了 世界上第一座正式运行的 氢氧爆轰高寒激波风洞 JF10 该风洞的气流总温 最高能达到8400K 是西方同期高超声速风洞的近4倍 气流温度也能够达到约18马赫 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2012年5月 在于宏如院士的弟子 江总林教授的带领下 中科院力学所又建成了 新一代爆轰式高超声速风洞 JF12 JF12是世界上最大的激波风洞 也是国际首座可复现 高超声速飞行条件的风洞 它的风速可以达到5到9倍的音速 持续时间高达100毫秒 相比之下 美国同类型风洞的风速 只有7倍音速 持续时间最高也只有30毫秒 两者差距非常大 如果欧美的高超声速风洞 是模拟了高超声速的环境 那么 JF12风洞则是真正复现了 高超声速飞行时的环境 这是世界高超声速研究60年来 首次做到的 中国风洞技术 借此一举反朝众多西方国家 用中科院力学研究所 韩桂来教授的话来说 就是我们的高超声速风洞 比西方领先了20到30年 更难能可贵的是 因为爆轰式风洞 不需要昂贵的加热和储蓄装置 造价非常低廉 全长265米的JF12风洞 建设费用仅为4600万 每次的运行费用 更是低到5000元人民币以下 这是西方学者根本无法想象的价格 这样的成绩就连美国人看了 也只能表示心服口服 2016年 JF12风洞的项目负责人 江纵林教授 获得了美国航空航天学会的 地面试验奖 这是该奖项设立40多年以来 首次授予亚洲学者 中国东风导弹 航天器 火箭 歼20背后 都离不开JF12风洞 可以说 它真正的让中国科技和军事力量 具备了赶超欧美的底气 这个技术也彻底征服了 美国一众科学家 而这一次的JF12风洞 就是在JF12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不仅扩大了领先优势 而且让美国连追上的想法都没有 只能在背后偷偷抄袭我们的技术 比如在2021年9月份 美国普渡大学与军火巨头 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 共建的HIPLUS风洞正式开工 这座设计指标达到 5到40马赫的高超声速风洞 抛弃了美国研究了 几十年的传统技术路线 反而采用了爆轰式驱动思路 妥妥属于抄袭 从低速风洞起步晚了半个世纪 到高超声速领先世界 中国科学家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 为中国竖起了一道无法超越的奇迹 好了,我是熊猫 视频制作不易 希望能得到您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